歡迎大家來到動漫廢物電台 逢星期二晚直播 星期三晚錄播的廣漫咬借邦 你在聽聽嗎? 那不說收聽的方法 但也很歡迎我們在留言板上繼續吹水 除此之外還有MSN MSN是acrobbage.radio.gmail.com 大家好,我是豪油者 大家好,我是冰姿 我是抹日郎 我是斯蒂 我們今天還有一位嘉賓 其實如果是我們的聽眾 一定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在這裡出現過很多次的意見 我經常有很多不負責任的言論 所以叫我媽媽加 還有我啊,小輩啊 好,經常都說我們肉記突弱 我們這次第一本書就是講 我們在動漫節買了很多書 大部分都是日晚 好了,我們在那裡買了幾本廣漫 包括也是廣漫 包括Sumbar Amigo 第四期 風魔幻想 第十三期 但是我們也不說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先說 就是這個水斌的Fruit Puncher 就是Works 1.0 如果想看Model寫真 不如看這本吧 這本刷很多 98元每場還有海報 有A4 Folder 都很漂亮 其實它是一本畫集 所以我們突然停了這麼長時間 因為沒有故事可以說 但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 因為我是看日晚的人 但我看這本畫集 有很多位都被他聞到 他的面相畫得漂亮 你說的是水斌 水斌的字畫 不是啊 他令我有一種 好像在看貴政和插畫的感覺 是動作、神情 雖然你也知道他的姿勢是跟真人Model 其實是林毛 林毛時裝雜誌有Model 對啦 但他的面相 都是他自己畫的面相 不是一些燈箱畫 所以整個感覺是會很不同 施迪對這本畫集也有看法 我有什麼看法 我怎麼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沒有看法 但他有鎖法 施迪你回去就只鎖 對於鐵鍾 你聽梅日浪說 梅日浪說 這是他的看法 身體的看法 很難想像一個平時畫天下 這類硬派武打 漫畫的人 竟然可以畫柔性的畫 尤其是他裡面 男女Model也有 但在女角方面 你看到他的功力 比畫男角更加成功 其實這一堆東西 有若干在他的blog上都看得到 老實說 這也不是完全新稿 但印刷了出來 尤其是用口粉紙 他做出來 剛才我跟小貝說 有一種貴靜和的感覺 尤其是他本身的姿勢 有若干 都是臨無自 一些時裝雜誌 或者是寫真集 所以他有那種構圖 已經是有攝影師 拿出來的良好的構圖 因為這幅是畫 所以他可以把模特兒不好的地方 人種是有點瑕疵 可以把它修正 例如臉可以更漂亮 更圓 要長的地方更長 我講的面珠燈 要細的地方更細 例如眼睛 或者嘴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 會比起真人的寫生集 又有另一種體會和感覺 我會覺得 而且沒有了那種 執照的那種假的效果 其實他也是執照 其實他也是假的 但感覺就相當之好 但他不是局部 如果你真相的 他會是局部執照的 例如你臉上有一顆暗瘡 他會幫你撿走 但他現在這幅 完全是畫 因為他的臉上 完全是他自己的畫 臉上不是一些真人 曲下去的燈箱畫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的畫出抱枕 應該都可以 我自己就 有藥肝 雖然不是燈箱 但有些都是模特兒 那個樣子 是直接臨毛 但可以修正 那個模特兒 因為太實在了 有時候如果是真人想的 所以他就加強了那種 微態或誘惑的程度 去配合整個身體 尤其他可以透過背景 去加強一些顏色的效果 其實這次最主要是 反而是看他 整體他在電腦下色的功力 在電腦下色的功力 有很多都是很索 我記得 我剛買回來店舖的時候 有很多人以為我拿著寫真集 但 他們以為我拿著寫真集 但其實我是拿著水斌的書 我看了水斌的畫面 勉勉強強也有十幾年 其實都很慶幸他有機會 可以出到一本個人的畫集 其實看完這本 我想對很多沒有留意水斌的人 是有一種驚喜 想不到平時看他這個畫面 原來他自己也有另外一些強項 去表達 我看完之後就想 其實會不會香港 很多人都收藏了 或者是因為損食關係 沒有機會 present他其他的強項呢 如果每間公司 都有機會讓他們去嘗試 或者投放一些資源 譬如肥良 原來最擅長是畫機械人的 或是阿賈、和仔 原來最喜歡畫動物 那些 當然肥良最喜歡畫動物 那些什麼火星鼠 那些什麼變形的 就是鱷魚 他喜歡畫就不會經常吸出來 他原來是人 他畫到變成動物 你說星爺那些 星爺就是他 關於水斌的blog 就是hkmyblog.yahoo.com 黃水斌 黃水斌 WONGSHUIPAN 你是不是扭到那個DOT HKDOT 沒有啊 就是hkmyblog 他那本書就是這樣寫的 如果沒有就加點 如果沒有就在HK後面加點 不過說到他的blog 之前在網上 很多人發放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事實的留言 其實馬Sir也看過水斌的blog 就在那裡發現 咦?水斌你竟然做天下之餘 也有時間畫這些畫 你死了 你之後還要多拿一本書 之後就加大了他的工作量 然後有網友發現 水斌很長時間 都沒有更新他的blog 不知道是不是馬Sir 看到他這麼空閒之後 加大了他的blog 這麼大件事? 所以現在看到這本畫集 難免有一種唏噓的感覺 可能是絕唱來的 那不是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要幫他出一本書 可能是還他的心願 或者是拆帳方面的問題 不知道 他們內幕的內幕 看看有沒有人報料 不要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本書真是一塊水有爪 有送海報 有送Folder 不過如果可能在 在動漫節買可能就沒有 剛才施迪說的 HK後面是有 HK.myblog.yahoo.com 不是 斜洞的 所以大家 即是他那本書印刷錯了 原本有阿Sir的詞 這本書就是 漏了 漏了 我漏了 即是不漏點 這本書說到這裡為止 接下來 上個星期 有若干本書 我不知道叫做蒼刊 又怎樣稱呼 總之就是 有一個新的開始 其中一本引起了 很多廣大讀者的反應 最少都是 有讚有彈 就是中華英雄前傳 這裡在座 除了小輩之外 應該全部都看過中華英雄 我想誰沒有看過中華英雄 那大家對於這本前傳又怎樣看呢? 其實一開始 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十二期 當然高橋委所在就是 英雄和無敵那一戰 決戰自由神 但想不到他最初會這樣寫 即是差不多打完 那究竟接下來 還有些什麼要說呢? 其實他還要加了指 現在就發覺 似乎和仔想 撇除了他那一戰以外 即是多些說一下這兩個人的 過往經歷 或者是那些心路歷程 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中華英雄前傳 還是說決戰自由神 那他就不是一本前傳 他只是remake 那一場大戰 這樣就沒有什麼意思 如果要看中華英雄的外傳 也好 前傳也好 我期望的是 用不同的人去畫 不同的公仔 寫出不同的橋段 而那些橋段是 以前的一些空白位 就正如阿sir寫封雲小說 寫封雲小說 寫封雲十二年的空蕩 即是六年六年之間的空蕩 究竟去了哪裡 如何殺獨孤一方 這些才是想看一本外傳的理由 我會覺得 對 如果又是說回 就由清啟春開始說 不如 如果又是說回他們兩個對打的那段 我不如說回舊那本 因為老實說 其實縱使技術再進步 我覺得 在偏繪的能力上 到現在都沒有人可以超越阿sir 既然 而且那一戰 其實在各讀者的心目中 已經太完美 已經是完美 已經是完美的 經過這麼多年 可能自己報完 諸如此類 你反而著墨在人物的過去 因為毛迪本身是有很多空白 他不和懷雄 懷雄是由他出道 清啟春開始 他父母沒有被殺 一直說出來 其實沒問題 我現在看到他在做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他是 說空白 他有說毛迪之前 他怎樣的情況 怎樣的情況 他剛開始的那段打鬥 你也知道 廣晚一定 要有一個位置 來吸引人進去 這些不能走雞 但是因為他後面又說回亡雲璇 亡雲璇就是講過的事情 亡雲璇就是正式跳出來之後 不知道第一還是第二期 所以 反而就嫌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 英雄的整個生涯 幾乎是寫得很完整 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本書 是否應該叫無敵前傳 rather than 中華英雄前傳 或者最少中華英雄前傳的無敵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都可能會 不會 會不會 其實就是講中華英雄的 再前一點的時間 當然 以玉記的風格 前傳 是無意思的 那書名 那書名 那書名是要吸引你買的 他用中華英雄四個字 都很正老 其實用中華英雄 拿出來 我已經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我會覺得 這本書 這本書 和仔說 我自己很喜歡看殺道 是支持者 但是 要出中華英雄 我自己就不太大期望 一直都 因為和仔一直以來 我們喜歡看他的 就是看他的漫畫 那些故事很有趣 表達手法 你猜不到 人物描寫 你全部都是猜不到 有他自己那一套 但是中華英雄 所有人物都 深入人心 那你現在 你這樣看 你可以做到些什麼出來呢 你改不到些什麼的 嗯 只要把當年中華英雄的故事 再做一次給你 那其實有沒有意義呢 所以我就好奇 如果你說大部分 這十二期裡面 大部分反而是 補完無敵的 我可以接受 因為無敵實在太多空白位了 但是華英雄 如果蝙蝠再佔得多下去 就 有些沒看過 或者印象不深的人 可能都會覺得適合的 但是 未必這麼多人 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其實有一點危險 這本書 因為新讀者 其實對中華英雄的印象 是不深的 你出版的東西 補完以前中華英雄 無論是補完無敵也好 補完無敵也好 補完華英雄不好 一些時間也好 對新讀者來說 是不吸引的 如果按照和仔自己專欄來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 無敵對 其實次序應該是 是華英雄對無敵的 濃縮版 包括為何他們需要決戰 我猜其中有一幕 華英雄在石獅子裡 說不定都會明場面再造 我覺得明場面再造不是問題 例如類落外傳的天之霸王 他有些位置都是明場面再造 或者蒼克之孤狼 即利爾外傳 他們都有些明場面再造 或者譬如多奇那本外傳 就是他說的刮阿米巴巴巴那一段 其實都有的 我覺得明場面再造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應該 作為廣漫的讀者 應該給一些空間廣漫 當然我剛才所說的 不是每個人都必須接受 但如果我可以接受到 日曼做這些明場面再造的話 即是我同時都應該給一個空間廣漫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接受到日曼但你竟然不接受港版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雙重標準 我會這樣理解 欣賞漫畫的角度 所以中華英雄雖然他有不完整的 應該是說中華英雄已經很完整 但是有不同的人去畫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表現 當然以前有人畫過 譬如阿寶接手華英雄 直接寫那本 葉明發寫過外傳 味道是比較像阿sir 我現在期待的是 和仔用和仔的演繹方式 去寫一本中華英雄 我會這樣想 我對和仔寫中華英雄最大的期待 就是寫毛迪 因為和仔以前幾本作品 譬如《風冷火山》 或者《魔神傳》裡面 他寫用刀的人 刀客那些 都似乎是特別樂力一點 所以就看看接下來 不過我又擔心十二期會不會對他來說太多 有沒有這麼多東西給他去補完 或者發揮呢 不過現在看第一期 畫一公真的有點意外驚喜 想不到可能拍了肉記 資源上就比較充足 或者時間上 我反而覺得 若果你說純粹看和仔的技法 我覺得好像以前 還未到他以前《魔神傳》的水準 如果你純粹說 那一首畫 當時他《魔神傳》是很刁剌的 反而現在你就算已經有了 《玉記》的支持 我覺得好像還未做得完 我自己就這樣看 《魔神傳》這首畫 很久很久之前 我記得好像是他應該進了海洋 沒多久 或者是再前一點 可能是拳王九七 我自己已經寫過一篇文 就覺得 講最像現在的阿sir的話 只有兩個人而已 要麼就是水斌 這樣很容易理解 一個就是《魔神傳》 但是 要像英雄幫時候的阿sir 就沒有人做得到 沒有一個人可以追得到那個級數 但是 如果和仔的話 我會覺得 可能在嚴肅之餘 在整個故事的氣氛上 會跳脫一些 我期望是這樣 至於《魔神傳》的話 如果要求是跟阿sir比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必要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這本書出是錯誤 我會理解 但是如果要 和仔多一點的話 我現在反而覺得 他不夠和仔 似乎是不夠和仔 因為尤其是後面 有些和仔的初定人設 或者你現在看《殺道》 你就會覺得 這一本其實他有一點點 故意要 再接近一點阿sir 因為其實 你看看他有幾個 華英雄的樣子 你看到他是故意 有一點點 換過他現在 我們見慣他那首畫 但是 始終第一期 他還沒有上手 你看上去 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不伸不夠 還沒有抓到 我自己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小不免都因為 是玉記助理 幫他們 搞歐頭 所以就肯定 譬如人物美術 你看到 除了鄭健和 還有杜偉文 黃日安 梁國中 鄧達軒 這些都是玉記的人 他們平時都勾開玉記的頭 勾開玉記的頭 你就不會想 他會跳出很多框框 這可能是公司策略的問題 一本玉記的書 怎麼都要是玉記的頭 你就會覺得 既不和仔 又不阿sir 但是又不是玉記 一個頭就很生不像 感覺不夠好 其實整本書 一點都不差 沒有可能告訴他 有哪一本書 真的超級好得過他太多 但是就會覺得 他的感覺不夠好 會是 回到後面 你看到後面 和仔畫那幾個草圖 就真的很和仔 那些人物設計 很有火龍的味道 接下來看看 會不會跟著那幾期 才會有和仔 多一點的風格發揮 因為這幾頁都會看到 尤其是人物表情 是和仔才會畫 其實挺困難的 我是因為沒有看過 舊圓著 所以 故事那裡 其實我又沒有什麼評論 畫面我也覺得OK 但是今期看到一個位 我真的笑了 我還給了一個女性的 一個婦女的朋友去看 我覺得那一段要讀出來 話說 這裏 毛迪 拋妻器子走 老婆抱著B追出去 老婆說 你寧願選擇武功放棄一切嗎 然後她說 圖子呀我無法不這樣 自從遇到她之後 我每晚無法成眠 內心做如被火燒一樣 不能壓抑 我必須要去 否則我下半生 將會後悔不已 你把生 你把生字讀得不準確 他們說下半生 不是下半生 稍為改一下 語氣或個別字眼 已經完全變成BL故事 根本就是 我的婦女朋友 她不看港馬 但她看到那一段 她笑出來 因為完全不需要去改 那一句說話已經超過了 不過呢 我懷疑 毛迪的外父 是跟華英雄有過一手 為什麼這樣說呢 然後她那句就是這樣 她的外父的話 都指著 行將毛迪的人 不肖的畜生 誰會將你這樣愚蠢 為了虛無飄渺的東西 而拋妻器而是熱 喂 她怎麼知道華英雄的東西 是虛無飄渺的東西呢 不是試過不會知道的 那人家幾十歲 有自信的嘛 認為自己最堅挺 那任何男人 她眼中都是虛無飄渺的 你有經驗一看就知道 阿狼也告訴我 我一看就知道誰是誰是假的 這是經驗的 又不是喔 可能她的外父真的試過 她就覺得 傻仔來的 試完就走 或者是那些大和雲作祟 那些東亞病夫 一定是虛無飄的 只有大和民族才是最堅挺的 有這樣的評語 我們剛才說得很認真的 但是如果大家對一本十二期的未來來說 有人說傑儀走樣走得很厲害 這個真的 特別現在你看到這幅 剛剛出場的傑儀 比較羅利了 對 就是 現在的年代 不要再畫當年的傑儀了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我也覺得是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外傳不同人畫就應該是新畫風 反正她不是 就是不是當年中華英雄阿Sir 走了然後找人去接 如果當年找人去接 她就要找一個最似的 譬如試試找阿寶 找阿寶 找阿李子清去畫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看阿Sir的畫 她書裡面的女角 其實那個存在感也很低 因為她不是太懂得 觸摸女性的神魂 那這裡她可能 或者直接 重新改過的造型 我反而更覺得欣賞 但是她後面也教余搶嘴 我覺得好像響節 她好像鬼上去 沒錯 像鬼多點 像鬼 忙運船 這麼快就預告了 我想 我自己來講 我期望她接下來會寫多些 無敵的前半生的感受 我自己有個建議向讀者 就是不要太大包袱 看這本前傳的時候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會 當然我理解 大家都想看新的原創故事 但是在前傳裡面 我覺得不同的漫畫家 都可能有 比如說 如果找劉雲傑畫中華英雄 可能她是一個比較潮的華英雄 如果是找姜志傑的 可能是一個搞笑的中華英雄 如果是找歷奇的 可能是一個幻想式的中華英雄 變成合衣 那些人才會覺得 似乎新生命 才會有活力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市面那些是 舊故事出身著 或者是remake版 有時候我們都需要有這種包容的態度 才會有新的活力 講起和仔的書 我們繼續講完和仔的下一本書 難得他同一星期可以有兩本書 薩道今期 就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整式展開薩道第二章 我自己覺得 那大家怎麼看 這本書 聽說很壞參半 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也很喜歡 大部份的書都很壞參半 有什麼地方不喜歡 有些人覺得 舊那班主力退場了 換了那班後備軍上來 好像整場球不好看 有些人也覺得 不是 換了那班新血上來 好像全身感覺 又不用經常看著看著 都打來打那兩個幾個老鬼 那樣 那些評語是很參差的 這一點 大部份漫畫 只要他有新人 或者是下一代出現的時候 都會面對的問題 因為當舊人 出到那麼多次 他們level又提升了 他們說 打得 就不會這麼容易收手 就是通常 都會去到不死不休的階段 如果好像其他傳統那些 你不斷出責救人 打完又打 打完又打 但是次次又不死 你說的是武神 哪本都好 大部份漫畫 其實廣漫和日漫都有這個問題 不是的 武神 那些人死的 是死完之後再輪迴 再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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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完再輪迴 不要說這麼神化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說實際的 是不是 龍虎門也是 有時候經常拿一些經典角色出來玩 你 看他玩得多 打得多長 每次都是重傷邊緣 然後又最後沒有一件事 你覺得沒有人 殺到這個方法反而好 這班人 譬如青龍阿信這些級數 他再要跟黑日也好 或者是 毛拿那邊打也好 不會那麼容易收手 那他們當然是暫時要先收起來 那些戲哪個做呢 就是找一些新人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退居薄後 浸一下溫泉 抱抱抱女兒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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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你說那班人退場嗎 其實他們還沒有退場 但是 你可以說 現在毛拿躲起來 然後索羅 剛剛才說不跟你開拖 那你是不是現在就要立刻開拖 你不可能不停地打 雖然我承認 自從海撒被冰封之後 劇力相對回落了一段時間 然後由赤坤回落這一段 整個風格都有不同的 他打黑日軍團 以及之前的殺道會自己的內控 他整體的鋪排都是以打為主 不停地打 但是過了黑日軍團之後 其實他已經是 開始逐漸逐漸鋪 譬如一葉城寨是一個火龍式流離街的效果 然後再到現在 他就是火龍第三期 第四期那班小學生 叫做柏茲紀念學校 柏茲紀念學校 柏茲紀念學校裡面的一堆 新的二能學校的那種概念 但是 你說那幫救人退場嗎 其實又不是 只是他要先停一停 不可能現在繼續打一場 但是這班人還未完 這班人 阿朗也有這樣說 那這班小學生 但是他也用了海虎一 海虎一三之間 其實他有海虎二 海虎二就是二路帶身 就是一班很厲害的人 準備上去99萬匹 但是有一班小學生在上來 在那個階段 如果你說是 其實他現在不像海虎二的頭八旗 就是搜藍刺藍仲 只有十歲 十一歲的一個階段 那現在 要安排一個這樣的過渡 中間的門場 是少不免都有 但是他在這個門場裡面 是玩得很有趣 其實我反而是 就是 很喜歡那一期的 就是 有很多 文氣 叫做 是的 但是有趣的 就是 例如阿青龍 熱情邀請一些 導師回來 校長一職就靠你了 你有搞過黑社會的經驗 是因為他搞黑社會 然後叫他辦學 頭幾個都不停搞笑 是的 然後那些年輕人 走去上課 那一段 就令我想起Navatar 那 其實整個感覺都很有生氣 唯一我不喜歡 就是 我不太喜歡小雷 就是我不太喜歡小雷 他的安排就是 那桑欣死了 那就死了 沒辦法 都沒有辦法 不死 就死了 那怎麼回來 那我本來是在的 那我就回來 就是 我想 如果我是阿隔年 那個年輕人 我都會是 就是 你搞什麼 大姐 那種感覺 就是 那種感覺 所以隔年 真的完全代表了 我個人的心聲 就是 你這個八婆 你幹什麼 喪恩為你而死的 他就是怕自己會傷害你 所以 想著犧牲自己 又不用碰桌 但是 小雷現在這樣的態度 完全倒毀了 當初我們也猜過 如果桑欣真的死了 阿信手上 小雷會不會為他報仇呢 就算你不想做到這麼老套 變成另一個阿信也好 但是你也不可能用這種態度 去對一個你曾經有愛的人 他現在我覺得是這樣的 給你們一個理由 若果去和高太太 兩個爭 兩個爭的時候 你們不會一面倒 這樣聊在小雷那裡 還有 跟之前 阿桑欣和阿信打的那段 他的態度是不同 就是 跟現在的他不同 現在的他就像是 未失憶之前那個他 就是比較偏向阿信的 但是在他失憶之後 其實他自己也有說過 他有回到一葉城寨 就是遠遠看過阿信 覺得很陌生 所以就走了 既然是這樣 其實你現在再回來 你也是覺得很陌生 你不會覺得 我本來就在那裡 所以我不是回來 好像回家 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會覺得 桑欣死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比較合理 是說小雷可能到處去 就算不即時走去打阿信 也好 可能他某程度上 理性上接受了 桑欣是類似自殺 或者自己選擇死亡 但是他都未必可以 接受到事實 在情感上 我自己就 就是對於小雷的變化 是有一點 有一點 但是因為 整期給我的感覺都很 很新鮮 好像每個星期 你看很多書 都在這裡 很辛苦地打架 所以 殺到行者 最少這一兩期 他鋪排的一間 給一些第二代去 你令到故事很有生命力 就給我的感覺會好些 其實我覺得是 有些 讀者是有些透氣位 如果他安排 他可以安排學生 互相不妥對方 只能打一場也可以 但是這樣就變成 沒有意思 整個鋪排就是 要 這班人 跟城寨那班 大 就是 之前那一代 上一代去互動 再 令到之後 可能打的時候 多了一些 你猜不到的變數 舊那班人都打 每個人都出過手 那你可能打極 都沒有什麼驚喜 而且老實說 那些人都沒有怎樣死過 尤其是殺到會 那些人沒有怎樣死過 連寶羅也不想死 現在寶羅 收起來了 但是有個情況 就是有點擔心 現在 這期 帶了很多第二代的年輕人出來 差不多十個都有 學校就說 收了三百個 那他寫極 我想都是十幾二十個 但是 會放一些蝙蝠去介紹 其實都是八至十個 其實他在這一期已經出現了一個問題 證明他們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看那麼多人物的設計 你看那個人名版 米糕已經有兩個 第二零二組 有一個叫米糕 跟一個叫貓強的人 本身一組 但是 伊頓的兒子 本身也是叫米糕 他本身也是跟隔年一組 那沒所謂 那些學生之中有兩個叫米糕 米糕沒所謂 米糕可以很多 我以前沒有試過跟一班子同學同名 有多出奇 米糕這這麼普通的名字 說不定他原名叫黃孟元 對 有一個媽媽家都姓方 叫米糕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 現在幫忙畫劍齒虎的黃孟元 原來都是異能者 哈哈哈哈 不是啊 有很多媽媽家都是異能者 米糕吧 哈哈 但米糕和我看見那個是不一樣的 他可能年輕的時候是這樣的 異能之後的樣子 異能之後的樣子 另外 我有一個很傷心的消息跟大家說 他在這裡似乎是這樣的 火龍就不會再吹 因為東方博都加入了殺到行者 哈哈 你看那個學員表 他的家族是這樣的 每一代都是叫東方博的 不是啊 吹水也是 你救啊 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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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能大家的接受程度不一樣 我自己就覺得 這一期是 讓我們休息 其實他除了說 說一堆新人之外 大家如果細心看 他其實是說這個世界 因為很多時候 這班小朋友 他由不同的地方來 或者是代表不同社會階層 或者在這裡 或多或少滲忍 究竟現在殺到這個世界 經歷過幾次大戰二變之後 變成什麼一回事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到 當然就不希望他在這些寫太多 所以下期 都轉了舞台了 就去說 小龍那邊 又是另一個世界了 從來不知道小龍是有紋身的 應該是 因為穿了草 跟女兒潛逃 你沒有去今年萬節嗎 凹上去 對 可以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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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很帥 戴眼鏡的 紋條龍的 真的很少見 很另類的組合 不是啊 陳維敏也有鷹麥煉奶 在胸口裡 他也可以戴眼鏡 你講開 阿信越來越像陳好男 我覺得 自從他兩奔 即是白了 走自衛之後 開始走自衛之後 對 白了之後 搞到今期 他跟青龍洗澡 青龍有點像大飛 青龍不像大飛 像太子龍大飛 他像太子龍 即是戰神精龍 寶羅就是陳耀 韓濱那些 偶爾才出場 打花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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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生下中秀 現在有些座圍 那些 還有很多書要講 休息一會 我們待會再聊其他書 待會見